第三课 时间和日期 1. 七点 2. 九点四十五 3. 一点五十 4. 十一点一刻 5. 八点半 6. 四点零五分 3. 听录音 选出你听到的时间 1. 几点了? 七点五十五了 2. 现在几点? 查二十分钟九点 3. 你的表几点了? 我的表差两分三点半 4. 东京现在几点? 5. 是上午吗? 不是 5. 是中午十二点 5. 纽约现在是早上吗? 5. 纽约现在是晚上八点 6. 首尔现在也是四点吗? 5. 是下午五点 4. 听后选择正确答案 1. 晚上的电影都有几点的? 6. 六点半 5. 六点半 6. 看八点半的吧 6. 六点半太早了 5. 行 6. 她们要看几点的电影? 2. 陈红 你的表现在几点? 我看看。 嗯,差七分两点。 什么?两点了? 还有七分钟。 哦,我两点还有事儿呢。 现在几点? 三。 你的课是几点的? 下午一点。 几点下课? 三点。 好,那我们三点半见吧。 他们几点见面? 四。 我想去天安门看看。 你想去吗? 我也很想去。 我们几点去? 现在九点一刻。 九点半我朋友来。 我们十点去怎么样? 行。 男士的朋友几点来? 课文一。 喂,小杨吗? 是,你是? 我是小云。 哦,是小云呢。 你在哪儿? 我在加拿大。 什么? 加拿大? 你那儿现在几点? 下午四点半。 北京现在是几点? 早上五点半。 我睡觉呢。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课文二。 小杨,这是什么? 电影DVD。 什么名字? 猪罗纪公园。 什么? 再说一遍。 猪罗纪公园。 哪国的? 美国的,很不错。 太好了,我也想看。 下午一起看吧。 下午我有课。 那晚上七点吧,在我宿舍。 好,七点见。 课文三。 小云,起床,起床。 我太累了。 六点四十五了。 几点? 差一课七点了。 什么事儿啊? 上课啊。 你今天上午没有课吗? 有啊,是十点的。 不是八点的呀。 那你睡吧。 不了,我起床吧。 二。 听短文,判断证悟。 中国人一般都是早上八点上班。 学生呢,也是八点上课。 医院呢,图书馆呢,都是八点开门。 可是,商店、银行、邮局都是九点开门。 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是休息时间。 很多人下午两点才工作。 可是,在公司工作的人,都是一点上班。 学生呢? 中午没有课。 也是下午两点上课。 下午五六点,是下班时间。 外边的人很多。 一、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号。 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号。 三、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号。 四、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七号。 五、二、零零零四年一月三十号。 二、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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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001年12月25号 课文1 陈红,我是王刚 是你呀,什么事儿? 玛丽明天来北京 真的啊,什么时候见面? 这星期天,9号晚上,怎么样? 好啊,几点? 六点半,在星期五餐厅 好,星期天见 2.听短文,判断证物 今年是猴年 今年出生的人属猴 中国人觉得属猴、属虎、属龙很好 所以猴年、虎年、龙年出生的孩子很多 虎年、龙年出生的男孩子 他们的小名常常是小虎、小龙 猴年出生的孩子 大家都觉得很聪明 也很可爱 也很可爱 今年出生的孩子 제를找出一种东西 的东西 也很可爱 这些女孩 有一个人